我想这次我们的主题应该有很多人有兴趣想知道 因为我们真的收过不少的思讯 DN问我们 怎样去下广告才可以增加Forward 我也知道大家想在新的一年之前 好好地去经营IG 令到自己的IG品牌可以更多人认识 所以这次这段影片就是想跟大家说 怎样正确地下广告 令到我们的IG帐户可以触及更多人 更多人认识我们的品牌 大家好 我也先介绍一下自己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可能未必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这个频道是由两个女孩创立的 其中一个是我 阿Ming 另一个就是阿Jan 关于开网店 经营社交媒体 投放广告 我们已经有8年的经验 又有帮人经营 当然这几年真的吃过很多 XX 所以也想把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对经营网络生意这些主题有兴趣 记得去订阅我们 还有打开你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一有新片就会即时通知你 首先我也想跟大家澄清一点就是 我们下广告是没办法增加Followers的 你可能会说 蛤?你不是说教我怎样增加Followers吗? 这段影片 为什么又说没办法增加Followers呢? 就是因为我是教你如何下广告 令观众更加容易Follow你 至于观众能否Follow你 是由他们帮助的 对不对?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10个人在电视上看到麦当劳的优惠广告 都不会10个人立即下街 然后去麦当劳买的 因为我们下广告 是没办法控制到一个人 能否Follow你 可能我这一刻 我这样说完 大家一定会跟我说 我明白啊 我知道啊 我知道下广告 纯粹是给多一个渠道 别人去认识我的品牌而已 但是呢 我们就眼见很多人 着手真的去下广告 就不是真的这么想了 他们下广告不好的时候 就会觉得 是不是这里的setting问题啊 是不是观众不精准啊 但是呢 他们从来都不会逆向思维去想 究竟你的广告 能否吸引到观众 按进去你的Pover 也不会想 你的Pover整体是否值得去Follow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并不是买Follow 买Follow就真的可以100% 令到你增加粉丝 但是我们现在是下广告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搞清楚 看我们的广告那些人呢 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纯粹呢 他是隔着了手机而已 但是看你的广告的人呢 是有思想 有想法的人 所以我现在呢 都要脱定头盔和大家说吧 那就是大家不要想着 跟着我今堂影片教学去设定 就可以100%增加粉丝的 都要好看你的广告究竟是怎样的 以及你的Pover是怎样的 那我首先说一下 如果想多些人去浏览我们的IG呢 我们的广告呢 就会像这些图那样的 你会看到这三个呢 都会有一个按钮 叫你去浏览 他的IG个人档案 那接着呢 观众呢 按完进去浏览 instagram个人档案呢 就会去到你的Pover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才决定去不去Follow你了 整个步骤就是这样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广告 有这个浏览 instagram个人档案 这个按钮呢 我们一定要用 加强推广贴文 就是boost post 才会做到的 那之前呢 我们也有 IG、Facebook、广告教学影片 有跟大家说过 其实呢 我们是有两种方式去投放广告的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加强推广贴文 就是boost post 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广告管理员的 那我记得 我在那段影片呢 也有跟大家说 如果你们想要投放得专业一点 一定是要用广告管理员的了 那如果大家想详细知道 怎样用广告管理员 去投放广告呢 那你们可以去看那段影片 我会放在这段影片的楼下的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 浏览instagram个人档案 这个按钮呢 那在这个广告管理员呢 就不会找到这个按钮的 只是加强推广贴文 才会有这个按钮的 所以呢 我们要增加followers 想多些人去认识我们的IG呢 我们就只可以用 加强推广贴文去投放广告的 整个设定是非常之简单的 一点都不复杂的 那我们可以用手机去设定 也可以用电脑去设定的 那我现在呢 首先示范一下 用电脑怎样去设定 方便大家去看 那之后呢 我都会再简单点 教大家怎样用手机去设定的 那首先呢 我们用电脑呢 去登入我们自己Facebook个人账户先 然后呢 就去回我们自己的fan page 那去完自己的fan page之后呢 就可以按这个 广告中心了 那这个广告中心呢 就是加强推广贴文来的 那然后刊登广告啦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呢 按这个 加强推广Instagram贴文 那在这里呢 就会有你IG上发布的贴文啦 那在这里内容类型呢 我们也可以选用views 或者贴文字啦 那我们先选用贴文 那我们现在呢 就选用一个贴文上去设定广告的 那我们选用其中一个啦 那多数呢 这里 我们右手边这个广告帐户呢 那就是个人广告帐户来的 那我就建议大家呢 去选用我们的企业广告帐户啦 那之前也有说过啦 我们最好呢 就是用企业广告帐户去设定广告啦 那如果你不知道 怎样去建立企业广告帐户呢 那之前呢 我们也有拍过一段影片 教大家怎样去建立的 那我也都会把那段影片的连结呢 放在这一段影片下的 那然后呢 我们就选用我们的企业广告帐户先啦 那我就选用了啦 之后呢 这个目标呢 我们可以变更啦 那你想在这个广告 获得些什么成效呢 当然啦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 就是想要获得更多商业党案楼栏次数的 那所以我们选用这个目标 然后按储存 那当你选用了这个目标呢 那Facebook呢 只会将你这个广告呢 给一些特别喜欢按进去人口标的那些观众去看你这个广告啦 那从而呢 我们就可以增加RG followers啦 那当然啦 你的口标呢 都要好看啦 值得被人去follow的 那然后呢 这个进阶高效促成广告创意呢 我们也是会打开它的 它会利用Facebook的资料啦 去将我们的广告呢 整成不同版本啦 去给一些适合的观众看的 然后这个最重要就是这个按钮呢 我们一定要是选这个 楼栏Instagram个人档案的 那之后啦 这个特殊广告类别呢 如果我们不是一些财款 又或者我们又不是就业啊 住屋啊 社会议题这些的广告呢 那我们都不要打开它啦 那之后这个广告受众呢 你可以选这个Facebook 预制了给你的高效促成广告受众啦 你也可以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受众的 那如果你建立新的受众呢 你就可以选择 锁定目标对象啦 选择支笔 然后呢 你就去选择 你想要多少年纪 自己的年纪啊 男啊 女啊 那你就输入你想要投放的位置啦 那你可以选择香港啦 那之后这个呢 详细目标设定呢 就是你想找一些 有什么兴趣的目标受众啦 那如果你是美容业的 你就选择美容业啦 那如果你是宠物的 你就选择宠物啦 照你的业务去选择一些兴趣出来啦 那你也都可以去浏览啦 那你就去选择啦 那当现在我们落广告 你都是想找一些对Instagram有兴趣的人啦 那我们就选回Instagram 那我们选社交媒体啦 那我们选社交媒体啦 最好就是刚刚好在中间 千万不要太少 也都不要太多 那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 储存我们的广告手中 我们这样呢 就做了自己的广告手中啦 那我们也都可以呢 跟回这个高效速成广告手中的 那其实这个高效速成广告手中呢 如果你在手机里 有得给你选择呢 就是选自动的 是一样的 那这个呢 就是Meta啦 自动帮你去派送的 平时呢 我们发布帖文 有些什么人喜欢看我们的内容 根据那些人的特质啦 然后呢 去找回类似这些人的特质 去投放广告给他看啦 那所以如果你经营了IG一段时间啦 你已经有一班的观众啦 那我都建议大家呢 是选择高效速成广告手中的 如果你是刚刚开始经营 那你就选择锁定目标对象啦 选择跟你业务差不多兴趣的人 去投放广告的去看啦 那之后呢 下面这里呢 就是排定和刊登时间啦 那我们就选择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什么时间 然后就选择什么时间去结束啦 下面这个呢 就是设定我们的预算啦 那就选择你自己的币值啦 那我们这个预算呢 是说7天 你打算给多少次买广告啦 我建议啦 最少40元一天啦 那如果我们40元一天啦 我们走7天啦 那这里我们就会选择280元 那就是走7天就280元啦 那每一天呢 就是说40元啦 那这个版位呢 我们是想那些人去浏览我们的IG啦 那我们当然不要在Facebook下广告啦 那我们剃就Facebook啦 那只是在IG上下广告的 那然后你选择你自己的付款方式啦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提交啦 那然后提交了呢 它这里呢就会写着审查中啦 那就OK的啦 有空呢就过来这里看呢 你就会知道瘟症怎样啦 那我们也可以在手机弄的 那手机呢就比较简单一些的 不过我都示范一次用手机给大家看 那我们现在呢就去到我们的IG啦 然后再选择我们想要下的Pose啦 那当是这个Pose啦 然后我们就按右手边 BoostPose啦 那之后呢 那有三个选择给我们去选的 那我们一定是选择这个 Visit Your Profile的 那然后Next 那这个Suggested Audience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选的那个 高效速成广告手中啦 然后这个Special Requirements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特殊广告类别啦 我们不是一些贷款啊 就业啊住屋啊 社会议题啊 那我们都不用打开它的 你也可以不用它的Suggested Audience 你自己呢去create your own的 那你就去选回你想什么location啊 interest啊 这些的设定和刚才一样的 那我们按Cancel 我们先用Suggested Audience 然后就按Next 那之后这里呢 也都是给你去设定一个价钱啦 就是你究竟这个广告 你想一日run多少钱啦 那你就设定40元啦 那40元至100元 你们自己去选择啦 39啦 那然后呢 就是设定那个期限啦 那如果我们用手机去设定的话呢 那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呢 直接每一天都run这个数目 直到你想要停止为止啦 但是如果我们用电脑呢 我们一定要设定一个限期的 就是你一定要设定7天啊 就停的 那如果你是一向想run开广告 那当然啦 你选择这个呢 就会好一点的 就可以呢 一直这样去run你的广告 直到你想停它为止的 那现在我示范呢 就设定一个限期先 跟刚才电脑板这样去设定 那可能我们下7天广告啦 然后呢 我们就按Next 那在这里啦 我们可以预先看看我们的广告究竟是会怎么样的 出现在Feed就会这样的 那出现在Story会怎么样呢 就会是这样的 然后出现在Explorer会怎么样呢 也都是会这样的 那它就会跟回刚才所说的这个 进阶高效速成广告创意啦 那然后呢 我们再去回前面先 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选择我们的Payment啦 然后我们就可以按BOOST POST啦 那如果你用手机IG App去设定呢 那你就不能去选择Facebook版位的 那刚才呢 如果我们用电脑板去设定呢 你就可以选择Facebook版位啦 那就是有这个小小的分别啦 那至于我们怎么样去设定这种广告才会有效呢 第一啦 我们IG Follower 商一定要精准的 那刚才也有说啦 我们是可以选择高效速成广告受众的嘛 就是Suggested Audience 那这些的受众呢 那这些的受众呢 就是Meta呢 根据看你IG的受众 再在他的大数据里面呢 去找回一些 类似会看你IG帐户的这些人啦 那所以呢 你选择这一个受众呢 就会比较有限 那其实呢 Meta呢 都大约知道啦 究竟每一个用户是喜欢看什么啦 又或者他们不喜欢看什么的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都不会用IG用那么久的 看完一个post呢 又接着第二个post呢 一直这样在IG上看的 因为Meta呢 一直都在给一些 你想看的东西给你看啦 那所以呢 你想有效一点 这样去下这个广告呢 我会建议大家呢 就用Suggested Audience 那但是前提呢 你的Followers呢 是要精准的 那如果你买了Followers呢 或者用一些不太好的方式呢 去获得一些Followers 而这些Followers呢 根本都不喜欢看你IG的话呢 那你再去下广告呢 就会令到你的广告成效 差了很多啦 那这一个呢 绝对是铁一般的事实啦 我自己试过啦 我们的同学仔都试过的 如果你买了Followers呢 再去下广告呢 成效是差了很多 变上呢 如果你想有成效的话呢 你会给其他帐户呢 用得更加多的广告费的 当然啦 你是可以自己去设定受众的 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兴趣的 那可能呢 成本就会高一点啦 那所以呢 我们要好好保护 我们自己IG帐户的受众啦 那当有些不是你目标顾客 又或者不是你目标受众 去Follow你的时候呢 那你就不要觉得很开心啦 我又多了一个Followers 那其实呢 长远来说呢 对于你发展你IG的事业 都不是一件好事啦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一定要将 不是我们目标受众的Followers 去移除啦 那第二点啦 如果你想去投放这种广告 更加有效的话呢 就是你的广告啦 因为刚才一开始 我也有说过的 你想你投放广告 投放得更加有效 一定是你的广告内容 你的广告内容 是要吸引到那个观众 停下来 然后按进去你的Pover 这样你才可以成功引导 那观众去到你的Pover 然后按Follow嘛 所以当我们投放广告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 检视我们的广告 是不是真的可以吸引到观众 去停下来 然后按进去啦 然后去到第三 如果我们想投放这种广告 广告更加有效的话呢 那我们就一定要检视 我们的Pover 是不是真的值得去Follow啦 你的Pover 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的Pover 一定要是提供足够的价值 还有要有一致性 令到观众 觉得你这个Pover 是值得去Follow的 简单来说呢 如果你想更加有效地 下这种广告 然后可以顺利增加Followers的话呢 第一啦 我们原本RG的Followers 一定要是征准啦 第二啦 就是我们的广告 一定要是吸引啦 第三啦 就是我们的Pover 一定是值得给人去Follow的 那么在这里啦 我也想说一个事实给大家听的 就算你今天跟我这一段影片 跟我这个方法去下广告 真的顺利增加Followers 但是呢 有机会呢 这些Followers 之后都不会和你的帐户有互动 也都没办法 令到你的RG商店 带来生意啦 带来销售的 因为呢 当一个人呢 去Follow你呢 只是对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有兴趣而已 只不过是一开始而已 不代表他会买你的东西 也都不代表他会经常去看你发布的东西 那么我们呢 就是见过很多的帐户啦 有很多Followers 但是当他发布完帖文之后呢 也都没有太多粉丝 或者太多观众 愿意和他这个帐户有互动的 那就是因为观众这些的反应 令到RG觉得你这个帐户一点都不受欢迎啦 那最后呢 只会导致你的帐文 触及率越来越低 甚至你自己的Followers 都未必触及到的 之后呢 你想令到自己的帐牌曝光多些啦 你就只能够继续去投放广告啦 那当你一停止投放广告呢 就会没有生意啦 那我相信我以上所说的情况呢 有经营开RG的你呢 一定是有感同身受的 那如果你想你 乐园广告增加了那些Followers 可以继续这样去认识你的品牌啦 去看你发布的东西呢 你可以做的呢 就是要用内容和观众去互动啦 那当你的内容呢 和观众有足够的互动呢 你就可以令到RG觉得 你这个帐户是一个受欢迎的帐户啦 从而你发布帐文 可以触及到你原本的Followers之外呢 也都会触及到更多新的观众啦 还要是RG免费呢 推荐你的内容给新的观众的 那如果你们真是想 你们的RG能够和观众去互动起来呢 那我们现在呢 都有一个福利给大家啦 那我们就制作了一个 5个RG必备互动策略啦 想送给大家的 只要大家呢 去Follow我们的RG 然后去DM我们呢 你就可以免费去领取啦 那当你跟着我们所说的这个互动策略呢 我相信呢 一定是可以改善到 你RG触及率变得越来越低的问题啦 因为这些的策略呢 就是去帮助你的RG 可以和观众去互动起来啦 从而呢 令到你的铁文的触及率可以上升的 那当然我知道啦 投放广告就是想加快去曝光的 那我们去浪费这一笔钱 令到自己RG可以增加到Followers 我们当然不想这些钱是白白的浪费的啦 当然想我们的Followers 可以持续地跟我们有互动 然后成为我们的顾客的 除非大家真的有很多价格啦 可以去投放广告啦 如果你不是的话呢 你真的需要呢 用些时间慢慢地去经营起你的RG 当你真的很动心地经营好你的RG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RG的威力又多么强大 你可以利用到RG跟你的观众去建立一个超级好的关系 去令到你的RG商店增加销售 那这段影片是这么多啦 如果你们有问题想问的话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啦 那我们也会拍影片去解答大家的 如果大家觉得这段影片有用的话 记得like我们这一段影片啦 那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经营RG的技巧 那你们也可以去Follow我们的RG 那好啦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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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